《爆裂鼓手》这部电影看了有很长一段时间 看完之后心绪有点乱 不同的人看完有不同的感受 老妹说她看完这部电影后心里很不舒服 浑身上下都不舒服 太阴暗太揪心了 影片讲述的不止一个思考点 而当时我的感受就是很空白 然后偶然看到某文有说到这部电影 勾起了我想要逼逼几句的心情 执念 这是首先进入影片我接收的第一个词 男主进入谢尔佛音乐学院 梦想成为一名能进入林肯中心的顶尖爵士乐鼓手 这个信念是整个影片得以延续的重要支柱 而这种剧影型的爱好能通往成功的路径只有不断地练习 没有捷径可走 导演刻画了很多男主疯狂练习打击乐器的画面和渴求成功的眼神 无非就是这种执念才得以让男主默默接受他的老实魔鬼般的精神虐待 无论是导师对他全身心全家族的辱骂 善耳光 扔凳子 逼迫他放弃退出舞台 还是除了车祸后继续带着流血的身体上台击鼓表演 这些在执念面前都算不上阻碍 就好像要练习葵花宝典 自工业就是一刀下去的事 我不痛 而男主在端着执念的过程中 一直希望得到肯定 得到老师和观众乃至世界的肯定 执念 已经不是单纯的兴趣爱好 而是为了证明自己 我想起了老妹说的一句话 活在别人的眼中 没活好 会很糟糕 而男主在这条道路上 希望在别人眼中活得更好 为了证明自己 而要付出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 这个意念已经扭曲到极致 竟也成为了一股不可抗的强大力量 而我自问 在认定的目标上 没有这么强大的执念 也没有像男主那样不吃不喝的强大执行力 换句话说 执行力和执念的公式 不相等 孤独 男主追求学业所承受的孤独 相信是观影人最有感触的一点 我们何尝不是有自己的理想和三观 走在追求领域路上的孤独却是一致的 男主为了能有足够时间来练习 放弃广泛交友 放弃全世界 放弃喜欢的女孩 放弃原本的生活 这些 似乎现实中的人们也很容易放弃 甚至有一些是出于懒惰而放弃的 而男主最让人同情的 是思想的孤独 一场琴棚间的晚餐对话就显露无遗 我宁愿酗酒吸毒 34岁就家破人亡 成为人们晚餐桌上的话题 也不愿意腰缠万贯满面红光的活到90岁 但是没人记得我 男主在餐桌上争论人生价值时 所表达的一种观点 这种价值观有人正在实行 有人正在思考 有人就是愿意平静活到死去 有人讲求机遇 或许有一天机遇来了 能接受成为众目的榜首 也能隐没危于尘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但是没有共同价值观念和思想交流 心中理想无处化凄凉的悲愤才是真正孤独 也正因为如此 男主越来越拒绝那些同他价值观不一样的人 除了一直爱他的单亲老爸 他几乎拒绝了所有人 包括他爱的女朋友 陪他的时间就拿来练鼓吧 擺脱一切杂音 就让孤独成就艺术的登峰造极 走在巅峰的路上是孤独的 而成就巅峰位置的不是别人对你的包容 而是对自己的狠心 放弃成为了必然 选择在于放弃的和追求的之间的价值衡量 道师 对于一直虐待男主的这位顶级音乐大师 最佳男配 我首先贴了几张图来高兴一下 特别佩服的嘴炮功能 道师变态式训练是全片最大看点 就是活生生把理智片演成惊悚恐怖片所在 他暴躁 喜怒无常 完全不在乎学生的尊严和压抑 能把学生压迫到一羽然后自杀的地步 而那些被淘汰下来的学生 在他那里也不过是为了雕琢去掉的碎片 视如草芥 他追求更高更精准水平的音律 绝不允许半个节拍的差错 毁了他一世英明 用他的话来说 这么做是为了帮学生突破极限 成就下一个可以名养几个世纪的爵士大师 然后很多人就来讨论导师在人生当中的重要性了 还有人感叹如果当年 如果当年有这么一个变态骂我打我 早就告发让他滚出学校了 如果当年也遇到这么一位把自己逼到爆发的老师 或许今天就不一样了吧 人生导师对人的影响是一辈子的 老师是最直接给你灌输思想观 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人 思维观念造就不一样的追求和人生 跟什么样的在一起 各方面都会越来越接近那个人 而对导师的选择 用一句古人的话来说 去其上 学其中 去其中 学其下 这就是所谓则师而学 则友而教 报告